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给我十万块钱读书 家里能砸的都已经被砸得稀巴烂 闹离婚的爸妈正在互相指责对方对婚姻不忠诚 出轨 调娼 养小三 舔狗 烂人 下贱货 什么话恶毒说什么 但凡少说一句 都是自己吃了亏 便宜对方 曾经相爱早已是过眼云烟 他们曾经高歌称颂的爱情如此 对我的爱也是 小时候我是他们的心肝宝贝 是冬天的小棉袄 后来各自外面有家后 我就是他们的拖累 是负担 是推卸不掉的责任 更是想甩掉的包袱 曾经我是有房间的 后来他们为了争夺这个家的所有权 接各自的侄女 侄子来住 把我安置在冬冷下热的阳台 现在也被砸掉了 而我站在角落 尽力想缩小自己的存在感 偏偏我太胖了 一百八十斤 怎么说都是庞然大物 我妈骂我是死肥猪 她看着我都想吐 我爸骂我是赔钱货 没用的东西 生我不如生个棒锤 没有人记得我也曾粉雕玉琢过 是他们不管我后 我吃垃圾食物 和他们带回来的剩饭剩菜 慢慢地胖了 青春期发育后 脸上也长了痘痘 谁见了我都嫌弃得直皱眉 他们带人回来彻夜打麻将 嘈杂声让我睡不好 学习成绩一落千丈 没有讨人喜欢的外貌 更没有让人惊叹的好成绩 被嫌弃好像也在情理之中 我都已经摆烂地 接受自己平凡又普通的人生 混吃等死 爱谁谁去吧 但这次他们闹离婚 动静有点大 像是真的要离了 原因也很简单 我妈怀孕了 我爸外面那个女人也怀孕了 还没有出生的孩子 是他们爱的结晶 怎么可以是私生子 婚必须要离 房子不能便宜对方 我爷爷 奶奶 外公 外婆来了 三姑六婆 七大姑 八大爷也杀到了 狭小的屋子里 勉勉强强塞下 正问候对方祖宗八代的他们 口莫横飞中 手指头乱指 你爸 你妈中警察也上门了 离 谁不离谁是狗 房子 必须分 我左挤右挤 终于拖着肥硕的身躯 挤到中间 声音很大地说 你们要离婚可以 房子归我 我还没满十八岁 第一次高考稀烂 连大专线都没达到 他们离婚 我可以选择一个监护人 癞蛤蟆不咬人 但是恶心人 而我现在就是那癞蛤蟆 谁都不想我去他们家 房子给我 我有地方住 不会去打扰你们任何人 在所有人错愕震惊下 我继续说到 我还要十万块钱读书 有人骂出声 妈的 这死妮子怎么敢想 但我爸妈 却忽然间冷静下来 秉持着便宜 谁都不能便宜对方 更觉得钱 房子在我手里 到时候哄一哄 还不是他们的 所以把房子过户给我 往我银行卡里 各转五万块钱后离婚了 在民政局门口 他们再一次骂对方 被车撞死 得病早死 我忍不住想 一个人真的有那么多死法吗 他们骂得很投入 根本不管大庭广众之下 看热闹的人很多 发泄着这些年不满的情绪 至于我 他们一时半会想不起 所以我走了 一片狼藉的家 值钱的几乎没有 找到收废品的大业 讨价还价之后 一千五 他全部都收走 扫码收钱 大门一锁 口袋里有钱 底气就足了很多 我找了家里发店 要求把头发剪短 多短 比寸头长一点就行 一个大胖子 却有一头急腰长发 胖子油脂分泌多 所以同学们都觉得我脏 我想过剪掉头发 我妈不准 她说 女孩子就得留长头发 我要是反抗她 她就不给我钱 没有钱 我就会饿肚子 很早之前 我就在她的淫威下屈服了 我头发可以卖吗 理发店的托尼说可以 他说给一千 我狮子大开口要三千 从理发店出来的 我丑陋又滑稽 但我笑得像个傻子 路过的行人 都会投来打亮的目光 我拿着钱租 离学校进的房子 买生活用品 买手机 买电脑 学习不好 是学校里听不懂 回家没人叫 也没有别的学习工具 在店员舌灿莲花的推销下 我又买了个学习机 都说岔生文具多 我在书店买资料的时候 也不管我能不能看得懂 能不能坚持刷试卷 会不会做题目 我一代一代地往家里提 上楼差点喘断气 汗流得呼眼睛 我不再吃汉堡 炸鸡 虽然那东西刚刚出炉的时候 能把人相迷糊 比一次吃光 撒盐的水煮菜 鸡胸肉食 差点给我吃吐 每天想喝可乐 想吃甜食 窗外飘进来的饭菜香 馋得我口水直流 我要瘦 我要瘦 嘴里念着口号 手里端着热水 兴许是热气太大 熏得我眼泪直流 视频上说跳操可以减肥 我跳 古法运动可以减肥 我也跟着练 运动器材 公园里有 免费的 练到上楼都需要爬的时候 就可以回家了 我想过看书 但是根本看不懂 视频教学 老师讲的是什么鬼 废物根本听不懂 所以我点开了小学的教程 很好 能听懂了 爸妈第八天的时候 气势汹汹找到我 警察都没能劝住她 一巴掌重重扇我脸上 你长能耐了是吧 还把头发剪了 你怎么不上天呢 嘴里骂着 揪着我就是一顿打 没有问我 这几天住哪里 吃了没 更没注意我 除了剪掉头发外 还瘦了一圈 脸上痘痘 也削了很多 我爸冷着眼 站在一边 满脸冷漠 警察上来拉他 哀哀哀 怎么打孩子呢 有话好好说 被警察拉住的时候 我妈还气不过 踹我一脚 我缩在角落里 有气无力地哭泣出声 哭什么哭 你还有脸哭 为了找你 我费了多少心思 我 看着他那猙獰的脸 涂着口红的嘴 像猛瘦的血盆大口 一张一盒间 仿佛要把我生吞火波 更一点一点 把我记忆里 那个温柔的妈妈 一点点吞噬 我忍不住大叫出声 你是担心我吗 你是担心我手里的钱 担心那套房子 最后没落到你手里 你是我妈吗 你早就不是我妈了 他赤红着眼 愤怒地扬起手要打我 我知道 今天如果软一下 就会被他们带回去 然后呢 过过安逸舒心 通过自己努力 能看得到未来的日子 谁愿意再过那种 昏天暗地 猪狗一般的生活 索性豁出去了闹 闹得大家都没脸 还能为我自己 争一点生机和自由 所以 我把脸凑上去 撕心裂肺地吼着 你打 打死我 正好可以把钱 房子拿回去 免得你天天惦记 我撕心裂肺地尖叫 把他们震住了 震惊又诧异地看着我 警察劝他们 不要逼孩子太紧 现在的孩子压力也很大 我不太聪明的脑子 飞快地转着 怎么办怎么办 实在是没想到很好的办法 所以在我妈要开口说话的时候 我就扯开嗓子尖叫出声 啊 啊 更在他们还没回过神制裁我的时候 用尽全力把他们推出去 你们走 都给我让 别管我死活 让我自生自灭 碰得关上门 我被抵在门板上 浑身发抖 无力地一屁股跌坐在地 像一条缺水的鱼大口大口喘气 眼泪滚落进嘴里 闲闲闲的 外面我妈声音尖锐地跟警察抱怨 警察同志 你们也看见了 她简直就是疯了 手里有点钱就乱花 这样下去等钱用完了 还不是要我们掏 抱怨过后 她又一改温和 对着门口大喊 安然 开门 跟我回家 回家 我哪里还有家 父母离婚的孩子 是没有家的 凭什么跟你走 离婚的时候 抚养权可是给了我的 我爸开口了 他们两个又在门口吵起来 一个坚持说她是我妈 有探视权 也可以带我回去小住 一个说她是我爸 抚养权在她手里 她不同意我妈跟我接触 从吵架到动手 也就一瞬间的事情 警察都没能回过神 我妈已经挠了我爸 我爸也打了她一巴掌 警察大声喝止他们 我也从这一声大喝中 悟出点东西来 离我满十八周岁 还有半个月 等满十八岁 我就可以没有监护人 什么都能自己做主了 这半个月 谁带我回家 只要我不怕挨揍 我就往死里做 软得怕硬的 硬得怕横的 横得怕不要命 叛逆期总是要有的 随碗 蛋倒 我把电脑 学习机 往包里装 衣服也就三套 胡乱地往包里塞 打开门 冷眼看着他们 你们商量好了吗 我跟谁走 跟我 跟我 爸妈同时开口 生怕晚一步 我就跟对方走了 我出去吃饭 你们商量好了 再跟我说吧 我妈拉住我 我爸拽住我 然后两个人就生我养我 谁费心思 多吵得不可开交 我只觉得耳朵嗡嗡响 心情烦躁 胸口憋闷的尖叫出声 够了 我今天去奶奶家 明天去外婆家 我开学后还住这里来 你们最好别动我的东西 记忆里 四个长辈曾经是很疼我的 有啥好吃的都惦记着我 可他们也很现实 爸妈不管我 我又长胖 学习成绩不好后 他们也不疼我了 因为我没有 值得他们炫耀的东西 容貌没有 成绩也没有 别人说起我时 最先嫌弃我的是他们 说我坏话 贬低我 瞧不起我的 也是他们 我爸的宝马车里 一个打扮俏丽的年轻女人 坐在副驾驶玩着手机 我站在车边 她落下车窗 嫌弃地看着我 很快换上虚假的笑 安然 快上车 我拉开后座车门 坐进车里 他没话找话 说了几句 见我不搭理他 他冷吃一声后 跟人打起视频语音 让视频那头的人 看清楚我有多磕尘 我爸大概过了 十几分钟后上的车 他看我的时候 眉头微醋 他觉得他是我爸 高我一等 不管怎么样带我 我都应该接受 并不能反抗 所以 眼里的嫌弃 是丝毫不掩藏 安然 我要去商场买衣服 他犹豫片刻后点头 不得不说 他真的不了解我 或者说是这些年 我不敢争 不敢抢 懦弱地让他觉得 我就是个胆小如鼠的人 加上我是个胖子 能穿得下的衣裳很少 可我都在努力减肥了 瘦下来后 什么衣服不能穿 一进商场 那女人说口渴 我爸犹豫一会后 递给我一张银行卡 说了密码后 忘记叮嘱我少买点 温柔地哄着女人 说带他去休息 一会给他买个包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 先到银行自动取款机 看清楚里面的数额后 直奔每次来 都会停住的女装店 对着那些 我曾经看了又看的衣服说到 都给我包起来 这 店员很犹豫 毕竟我现在这个样子很磕疹 我递出银行卡 我有钱 可是您穿不了 我正在减肥 等我减肥成功就可以穿了 为了穿上这些衣裳 我一定会拼了老命捡 那买这么多打折吗 店员犹豫了会点头 那你折换成现金 转我银行卡吧 不行吗 那我去别家 可是小姑娘 这银行卡是我爸的 他可以养小三 我作为他的女儿 就不能用吗 阿姨您放心 是他自己主动给我的 不是我偷的 店长错愕片刻后 但凡我只过的衣服 裤子 裙子 让营业员赶紧给我打包 毕竟错过这个村 就在没有冤大头买过季款 心上的秋装贵 要的就是贵 今年穿不了 明年还能穿 后年 大后年都能穿 我能薅的羊毛 也就这一次 下次再不会有机会了 可惜这家的鞋子 都是高跟鞋 我穿不了 但有睡衣 内衣裤 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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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 内裤拿一百条 我看着店长手指飞快地在计算器上按 这也是一种本事吧 真羡慕 店长算好钱 跟我说 有些打五折 有些是打八折时 我笑开花 店长凑近我些 小姑娘 如果刷了这单还有钱 你胆子够大 那 看见对面那金店没有 金子是好东西 喜欢时事饰品 困境时事盘缠 我懂了 谢谢阿姨 感谢她的提醒 让我不怎么聪明的脑子里 又装进一条生活常识 等她这边扣好款 我立即跑向金店 估算着银行卡里的钱 买两个金手镯 左手一个 右手一个 我估算着还剩几千块 我要了三个戒子 带不带无所谓 我要有 店员熟练地刷卡 开票 我站在一边 心脏咚咚咚地跳 我已经想好了 我爸要是让我退款 我就哭 闹 他打我 我就报警 只要我豁得出去 他就拿我没办法 痛就痛呗 花了他快二十万 痛一顿也值得 反正又不能真的打死我 我爸气喘吁吁地跑来时 我已经把出租屋的钥匙 给女装店店员 让他们帮忙送过去 到时候 要是放房间里就行 我还有一把钥匙 巴掌打我脸上的时候 很痛 几乎是愣了一瞬间 我就开始表演 打死我呀 你打死我呀 你可以拿钱养小三 我花点怎么了 你还是不是我爸 他显然是气急了 扬手又是急巴掌 被保安抓住劝导的时候 我哇哇大哭 是你自己给我的银行卡 让我随便买 我才花一点点钱 你就打我 你给那小三买个包包几万块 我花你点钱怎么了 那是一点吗 是二十万 把你买的东西退了 否则别认我这个吧 那我真是求之不得 你以为我稀罕你做我爸呀 你穿得人模人样 我呢 比讨饭的还不如 今天这些东西我就不退 一刀两断就一刀两断 以后别求着我认你 最后我们闹到警察局 他的要求很简单 退货 但是人家开店的 像我这种冤大头一年到头 能遇到几个 一口咬定 要我这个当事人说 我不退 警察叔叔 我要报警 他家暴我 看给我打的 我本来就肥肿的脸 我妈打过还没消 我爸又动手打了 而且是众目睽睽之下打的 他跑不掉 我要是坚持报警 他会被拘留 说不定还会被判刑 警察劝我冷静 劝他三思 他冷着脸 指着我说 就当我养一条狗 你连狗都不如 上梁不正下梁歪 我是猪狗不如 他也不是傻好东西 警察劝他说 孩子还小 让他耐心些好好教 又劝我说 父母赚钱不容易 要学会体谅父母 他打我 把我往死里打 我们都断绝关系了 我为什么要体谅他 警察 警察叔叔发挥了三寸不烂之蛇 最终的调解结果是 东西不退了 就当是他打我的补偿 从此以后 我别想从他这里 要到一分钱 出警察局的时候 下雨了 他坐在宝马车里 头也不回 甚至没多看我一眼 开车离开 我看着手腕上的金镯子 三个戒子 笑得眼泪直流 我想走的 警察叔叔不让我走 还说 我妈会来接我 行吧 反正迟早也要面对他 早些解决也好 只是他的突破口在哪里 要怎么样 才能彻底闹翻 他厌恶我到恨不得我去死 从此就当没生过我 我妈在他男朋友的陪同下 开车来接我 他男朋友瞧着挺儒雅 说话也很温柔 全程都是他在和警察叔叔交涉 我妈在旁边冷眼瞧着我 趁机挖苦几句 想不到你挺能耐吗 你爸把你打成这样子 你恨死他了吧 我早就跟你说过 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偏你不听 我沉默着不搭理他 他有些恼火 声音大了些 我跟你说话呢 你听见没有 我抬眸看他一眼 没支声 他更气了 扬手就要打我 被他男朋友握住手 安然 我们走吧 他瞬间变脸 温柔地像一只腐顺毛的毛 上车前 他往坐垫上垫了东西 才让我坐进去 别把你叔叔的车弄脏了 没事 脏了洗洗就是 那怎么行 你这车子很贵的 他巴拉巴拉说了很多 我在后座昏昏欲睡 我很饿 想吃东西 又不知道吃什么 眼前也没有什么东西给我吃 我第一次看见 这么漂亮的别墅 从进门开始 我妈就让我注意 不要乱碰 不要乱摸 让我站在门口等着 她拿出来的拖鞋很大 把你那一身晦气洗洗干净 卫生间里宽敞又明亮 高清镜子把我此刻的狼狈 刻尘照得清清楚楚 肿成猪头的脸 好多处伤口 隐隐有血渗出 我伸手摸了下 被打得疼痛慢慢地涌上来 越来越痛 哼 我冲着镜子做了个鬼脸 更痛了 脱下黑衣服闻了闻 汗臭味 血腥味 真难闻 洗澡的花洒很高级 洗发水 沐浴露全是英文 我也不认识 不妨碍我呲牙咧嘴地 把自己洗好几遍 出卫生间的时候 没见我妈身影 她男朋友闻声说 你妈还怀着孕 我让她先去睡了 安然 你饿了吧 我给你点了外卖 吃点吧 我以为她是个好人 所以接受她的善意 坐在餐桌边 她口中的一点外卖 是我从未见过的丰富 各种寿司精致地摆在盘子里 不是我平时吃得最便宜的 五块钱一盒十个 我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我是真的饿了 又馋 拿起一个网嘴里塞 好多天没吃碳水 瞬间味蕾得到满足 紧绷的神经也放松下来 正准备好好享受美食 我妈的男朋友 把冰牛奶放我面前 拉了椅子 坐在我身边位置 几乎是她一坐下来 我就有种汗毛倒树的冷感 喝口牛奶 她说话的时候 手搁在我坐的椅子背上 手指不知是有意 还是无意触碰到 我露在衣领外的脖子 我差点就惊跳起 但是我忍住了 我怕自己大惊小怪 错怪了人家 毕竟她暂时收留我 还给我点外面 端牛奶 我该感谢她 谢谢叔叔 跟叔叔不用客气 以后把这里当自己家 有什么想买的 跟叔叔说 叔叔给你买 这么好 凭什么呢 她在我疑惑的时候 把手放在我肩膀上 然后滑下手臂 我知道了 她在猥亵我 并且在试探 我懂不懂 会不会反抗 送到面前的机会 我当然会反抗 我抄起杯子 就砸她脑袋上 去你妈的 臭流氓 安然 你误会了 叔叔不是这个意思 叔叔指示 只是你妈 我要报警 也真的报警了 警察来得也很快 做笔录的时候 我妈的男朋友 一个劲地解释 说她只是想安慰一下我 却不想我误会了 没办法 谁叫她家到处是监控 她手搭我肩膀上是真实的 警察同志 你别听这死丫头说鬼话 她从小到大就喜欢说谎 嘴里没一句真话 今天还骗了她爸二十万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 摊上这么个玩意 我站在角落里 看着我妈一张嘴开开合合 又想起小时候 她的朋友来家里打麻将 尾随我进卫生间 脱我裤子要摸我 她当时怎么做的 把那狗东西 骂得狗血淋头 从此以后 再也没有来往过 时过境迁 我确定 她是真的不爱我了 再也不是我妈妈了 我背起书包 朝外面走 警察上前喊我 小姑娘 你们要问我什么吗 可自始至终 你们都坐着 只有我一个人 站在角落里 你们听我说了吗 我才是报警人 是受害者 我说完看向那个女人 在你眼里 我现在是丑八怪 是肥猪 但是你别忘记了 我这猪狗不如的玩意 是你生的 你不是什么好东西 凭什么要求我做人 警察叔叔 我听说 现在行侦技术很发达 会通过人的动作 眼神去推敲 他当时的动机 你们懂得比我多 真真假假 就看你们 愿不愿意 给我一个公道 我背着书包 走到门口 扭头看向那个女人 从此你就当我死了吧 走出那奢华的别墅区 凌晨三四点 街上已经有人 我也不知道 我住的地方 在哪个方向 漫无目的往前走 有酒鬼心怀不轨 结果看见我庞大的身躯 和肿成猪头的脸 骂了句 丑八怪 也有好心的出租车司机 不近不远地跟在后面 我停 他也停 我走 他也走 最后 我是坐着出租车 回的出租房 司机阿姨问我怎么了 我没有家了 阿姨沉默了好一会后才说 嗨 多大点事呢 阿姨看你年纪 读高中了吧 小玩 还是要好好读书 然后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等你长大 自然也就有家了 阿姨小时候 爸妈就过世了 也没亲戚愿意收留我 最后只能去福利院 好不容易长大成家后 大儿子出车祸死了 二儿子白血病 救了两年 也没救回来 好不容易生个小女儿 老公要跟我离婚 离吧离吧 离了他我也能活 也能把女儿养大 我不知道 他说的是真是假 总之挺惨的 阿姨 你真厉害 我按照计价器扫钱 下车的时候 他说 丫头 坚强一点 什么砍都会过去的 实在不行 就去外面走走看看 谢谢阿姨 我从没想过寻死 我才十八岁不到 活着多好 尤其是看着那一屋子的 大包小包时 我笑得何不拢嘴 今天虽然惊心动魄 被打了几次 但我好像也没吃啥子亏 尤其是看见那张留言 小姑娘 下次来店里 阿姨给你打折 加油 必须加油 为了躲避那些所谓的亲人 我决定出去走走 我决定出去走走 去哪里 走到哪里算哪里 反正我现在有钱 带上我那几件为数不多值钱的东西 我坐火车一路往北 原本可以坐动车 可动车票贵 足够我来回的火车票钱了 火车上的饭菜贵 不好吃 我已经习惯挨饿 靠喝水撑着 坐对面的叔叔阿姨很健谈 还给我面包 我拒绝了 再减肥 你们这些小姑娘 减什么肥 话一转 笑着道 是该减减 健康最重要 他们说去北京看儿子 问我去做什么 我爸妈在北京 那你脸上的伤 怎么来的 我奶奶重男轻女 跟我堂兄弟打架打的 他们两三个按着我打 没打赢 那要不要送你 不用 我爸妈来车站接我 火车离北京站越来越近 我背着包在车门口等着 阿姨凑到我身边说话 我冲她笑得可甜可蠢了 等火车一停 我窜得那叫一个快 任由她在后面压头压头的喊 我头也不回地跑了 虽然吧 她可能也没啥坏心思 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直奔天安门 升国旗早就过了 没关系 找个角落坐着 等降国旗也可以 灯火通明 五彩斑斓中 我喝着水又等到升国旗 跟着唱国歌 我去爬长城 去天坛 故宫 还去盖章 拍古风照 拍照的人说我适合唐代公主 化妆师小姐姐技术真好 把我脸上的淤青全给遮住了 姑娘 您看 真的很漂亮呢 照片 照片 您五官很绝绝子 等瘦下来 肯定是个大美人 十八岁的这天 我一个人去吃了北京烤鸭 买了冰糖葫芦 坐在出租车里 路过天安门广场 我挥手与她告别 明年 我一定烤到北京来 清华北大去不了 可北京那么多大学 总有一个能收下我这种 会拼命努力的废财吧 我高中考上的浦高中 最末尾那一所 比绩效好那么一点 而且我还是挂车伪进的学校 经过三年 分数比三年前还低 我在网上查过复读需要准备的文件 直接找到校长 说明我的情况 校长打出电话 他才说了几句 那边就说 他已经十八岁 死在外面都与我们无关 校长沉默了一会才说到 确实 你十八岁 是成年人 可以对自己负责 我那一届的同学 要么上班 要么去读大专 一本 二本 都是凤毛麟角 班主任 还是我以前那个班主任 他看见我的时候 错愕了好一会 安然 你瘦了这么多 挺好挺好 要继续坚持 我没有想到你会复读 不过既然做出选择 就要努力 以后有不懂的来问老师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记得跟老师说 临走时他拍拍我的肩膀 好好加油 开学后 我选了文科 理科我真的读不进去 文科我只需要背背背 各种背 刷题 各种算题 网上说数学公式 我买了 什么大题母题母版 我也买了 吃饭在听英语 跑步在听英语 学习机的用处 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 实在不懂得去找老师 老师也会耐心讲解 开学一个月 我瘦到140斤 头发长长不少 我有了可以一起学习 跑步 玩耍的朋友 再没有人喊我死肥猪 肥婆 他们说我现在很漂亮 我也觉得 我现在很漂亮 不管是内在还是外在 安然 你奶奶在校门口等你 无事不登三宝殿 黄鼠狼给击拜年 我慢慢吞吞走到门口 她显然没认出我 我也没喊她 大眼瞪小眼好一会 她才试探性地开口 安然 你这死丫头 怎么不喊人 你找我什么事 没什么大事 就是你那房子 你找个时间过户 给你小叔 她装修了结婚柱 我在想 她是以什么样的心态 理直气壮 说出这样子的话 不可能 我说完就回学校 她在校门口大声骂我 不知好歹 白眼狼 赔钱货 诅咒我被车撞死 我扭头看着她 决定把那套房子卖掉 因为我护不住这套房子 他们要是住进去了 我也撵不走他们 跟老师请假后 我去房屋中介 我有一套房子要卖 价格可以比市场价低 但我家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所以买家一定要是狠人 能人 有身份地位的人 你的意思我懂了 放心 保证给你卖出去 这些人是真的有路子 下午我才回到家 电话就打过来了 小妹儿 你那房子有谱了 买家手头有点紧 九十万 立马给你转账 那人干嘛的 警察 买了给他爸妈养老 确定吗 哎呦小妹儿 这可不兴天人 好 我卖 不过要转钱 再过户 成类 房子卖得比我想象的快 买家还穿着警服来 是个四十来岁的叔叔 嘴角还有伤 不知道怎么来的 转钱过户 搞定 临走时 我还冲他挥挥手 警察叔叔再见 付了中介费 那叔叔跟我说 小妹儿 你也算是个小富婆了 晚上没事 别出门了呀 谢谢你叔叔 都是叔该做的事 下次买房找叔 叔少收你点中介费 八十八 奶奶再次找到我的时候 骂得更难听了 我冲上前去 就要弄他手上的金手镯 你干啥 你干啥 你不是大方吗 你这金手镯送我呗 我边说边用力气 硬要把他手腕上的 金手镯脱下来 他急得直躲 死丫头 你找死呀 你再赶来我学校闹 我就去你儿子公司闹 去他媳妇娘家闹 反正我不要脸不要皮 豁出去跟你们拼了 不就是做泼妇 谁怕谁呀 他半信半疑 第二次来我学校闹的时候 我又跟老师请假 买一面铜锣 去他家小区外又敲又打 又喊又闹 反正上了本城热搜 不少人都知晓 他那宝贝妖儿 盯上侄女的房子 脸皮都不要了 有人说我聪明 有人说我不笑 反正我得力了 又不会掉块肉 随便他们去说 外婆找到我 就很怀柔 说想我 让我回家去看看 孩子家家的 揣着那么多钱不安全 他可以先给我保管 您今年几岁了 六十三 六十三啊 很老了呢 指不定什么时候 就老年痴呆 一不小心就偏瘫 走路摔一跤就死了 他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你说的是人话吗 你说的是人话 我说的就是人话 你说的是鬼话 我说的自然也是鬼话 你怎么对我 我就这么对付你 你不拿我当外孙女 我也不会拿你当外婆 我这些日子除了英语 听得最多的 就是各种各样的案例 以及对付各种奇葩的绝招 不要再来找我了 就当我死在外面了吧 而且你们也不缺钱 你们行行好事 放过我吧 我的世界终于安静了 有更多时间读书学习 期中考试年级第一 但是在一万多人的高中生里 排在七千名 已经很不错了 再接再厉 咱们一百五十地进步 不要着急 慢慢来 我用力点头 期末考试 我排在第五千名 体重减到一百一十斤 头发期间 是一个健康漂亮的小姑娘了 班主任老师邀请 我去她家过年 我拒绝了 我没有留在出租房里过年 而是再次坐高铁去了北京 这一次我走遍了北京所有的大学 对数一数二的学府 我有了向往 我第二次踏足那天是大年三十 门卫说学校里已经没有人 不方便放我进去 我就围着学校的围墙 慢慢地走 慢慢地走 北京的雪下得很大 我伸手接住 看着她落在我戴着的皮手套上 渐渐融化 我掏出手机 给班主任打电话 老师 过年好 安然 过年好 老师 我现在在北大门口 您说 我要多努力 才有机会摸到这扇大门呀 班主任沉默好一会 才反问道 然后呢 人的欲望是无限的 就像深渊 怎么也填不满 你很努力地付出过 不管考去哪里 都是你付出皆出的果实 是甜蜜的 是值得欣喜 值得骄傲的事情 你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减肥成功 学习刻苦努力 进步神速 手里有钱 没有乱花乱用 依旧省吃俭用 你心地善良 帮助需要帮助的同学 绝不吝啬 老师为你高兴 有你这样子的学生 也很自豪 被肯定 被赞扬 我心里真的五味杂陈 高兴 欢喜 微微红了眼 老师 谢谢您 我知道怎么做了 好的 那你在外面注意安全 早些回来准备开学事宜 在北京 可以转转那边的图书馆 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卷子 资料 班主任说着校出声 好了好了 大过年的 就不追着你学习了 老师 再见 第一次一个人过年 是孤独的 但也是快乐 无忧无虑的 不用担心说错话 吃不上饭 也不用担心被人嫌弃 很多景点依旧开放 我再次去拍照 拍照的小哥哥笑着说 美女 有点面善哦 八月份的时候 这样子 我比了一个膨胀的动作 他嘴巴张得很大 哇塞 你减肥成功了 来来来 我多给你拍几张 我再次去盖章 买了礼物带回去给同学 老师 给照顾我颇多的房东大姨 因为我 他在大门口装了监控 给我换了防盗门 新年新气象 学习进入正轨 兴许是心态的变化 我没日没夜的学习 整个人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 像一块海绵 用力吸纳知识 想考清华 北大的奢念 就一瞬间 就散了 老师说得对 只管努力 其他的交给时间 星光不负赶路人 时光不负有心人 每一次联考 我都会进步三五百名 各科老师得空就问 我有没有不懂的问题 不懂一定要问 办公室是我常待的地方 高考倒计时十五天 安然 你跟我来 这次成绩出来了 学校名次你 一直发挥得很稳定 在咱们市里也进了前一百 心态一定要稳住 借教借造 饮食方面不可马虎 不行你住老师家里去吧 上下学老师带你 老师 最后的时间 老师不放心你一个人住 等高考结束 怎么这都行 我犹豫了一会 答应了 他们沉寂了很久 万一临了来捣乱 到时我一个人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 倒计时第五天 房东大姨给我打电话 安然 刚刚来了个女人 说是你妈 我没让她进门 你自己注意这些 大姨 谢谢您 安心考试 大姨等你凯旋 幸亏老师的先见之明 学校门口也增加好几个保安 虽然只是普高 但是该有的排场还是有的 高考我们分去了别的学校 班主任要去监考 是她的丈夫 我施工负责接送我 东西是检查了一遍又一遍 我其实不紧张 因为我经历过一次高考 这一次也平常心对待 安然 加油 施工朝我用力握拳 他是个很好 很尊重女性 很避嫌的男士 他看我的眼神怜惜 疼爱 干净纯粹 他也是个很好的老师 我朝他恩一声 用力握拳 考场上 我觉得自己发挥得很好 施工没有追问我考得怎么样怎么样 施奶奶做的饭菜 都以清淡适口为主 叮嘱我要吃饱 不能饿着肚子 高考结束 有人欢喜 有人发愁 同学约我出去旅游 我欣然答应 背上我的行团 去丽江 去看黄果树大瀑布 去草原骑马 开心时 我放肆大笑 努力活成了小姑娘的模样 把我缺失的童年 少年慢慢补起来 高考出成绩那天 我本来不紧张 但是班主任他走来走去 我也跟着紧张起来 输入学号 语文140 英语145 数学130 文宗加起来是210 总分685 好好好 清华北大不一定能去 但一本是稳稳的了 学校也想有个去 清华北大的学生 校长暗暗地使了不少劲 让我第一志愿 一定报北大 报冷门 录取几率大点 那就报吧 反正不一定会被录取 但或许是真的苦尽甘来 录取通知书 寄到班主任家的时候 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声音是激动的 安然 安然 恭喜你 梦想成真了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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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回来 谢诗燕是在班主任家办的 我亲手做了几个菜 任客老师 也各自带了拿手菜 校长拿来了好酒 安然 说几句吧 查分数没哭 拿到录取通知书没哭 端着酒杯 一时间 我竟无从说起 谢谢老师 我谢谢你们 没有放弃我 去了大学 好好读书 我会的 好好读书 好好做人 拿到录取通知书 我决定早些去北京 在那边租个房子 我没想过再见到他们 他们一前一后的来到我的出租屋 看着我的样子 他们很惊讶 这一次 他们没有开口就骂我 我不说话 默默地收拾东西 衣服我没打算丢 电脑 学习机更不必说 书本 笔记给了房东大姨 我这间屋子 他早就翻倍租出去 等我搬出去 就有人搬进来 安然 我和你爸打算 给你办个升学宴 不用了 不办就不办吧 我们把钱折算给你 你微信是什么 我们加个微信 到时候妈妈每个月 给你打生活费 我看着他 心平气和地坐下 我需要爱的时候 你们把爱给了别人 如今我不需要了 你们又送上门来 就像那冬天的菩萨 夏天的棉袄 你们来也不是多爱我 更不是良心发现 不过是因为我漂亮了 考上北大了 你们权衡利弊之下 觉得我有利用价值了 喊你们十几年爸妈 我也没白喊 就这样吧 以后不要再见了 我不去恨他们 也不诅咒他们 过得不好 他们依旧嫁得良人 家庭和睦 生意兴隆 而我 与他们相望于人世间 就是最好的结局 我走的那天 没有告诉任何人 一个人走得静悄悄 以后我会回来 也只是来看看老师 定是来去匆匆 不会停留 我也会努力去学习 好好活着 幸福 快乐 不负韶华 不负光阴 不负我劈了命 为自己挣的一条生路 丸子还要给大家 讲一个故事 我是村里最自由的孩子 伙伴们都羡慕我 无人约束 可真相 是我爸妈离婚了 他们都不想要我 所以才把八岁的我 独自留在山上的土坯房里 白天还好 夜里山风呼啸 喝醉的老光棍 把手从窗户缝隙里伸进来 晶晶 你一个人害怕吗 狗叔来陪你 爸妈离婚后 八岁的我被独自留在山上的土坯房里 没人管我 我可以好几天不洗头 我可以在泥地里打滚 我可以爬到高高的树上摘野果 我可以一路游到小河最深最危险处 伙伴们都羡慕极了 要是我爸妈也能不管我就好了 我要弄一身泥回去 我妈非得打断我的腿 我妈不让我下河游泳 暮色四河 吹烟鸟鸟 呼喊声此起彼伏 小强 死哪去了 大鹏 滚回来吃饭 娇娇 饭好了 他们都要回家了 我歪着头 羡慕地看着大鹏 被孟伯娘拿着扫把 满村子追着打 刚穿的裤子你刮这么大个洞 你想气死我 他一边逃一边嗷嗷叫 还不忘狠狠瞪我 不准在这里看我笑话 我一路踢着石子 回到自己山坡上的家 开火做饭 柴火放太多 火很旺 饭又煮糊了 我手忙脚乱 把熊熊燃烧的柴火往外扒了 滚烫的炭火掉落在脚背 我尖叫一声 妈妈 吃痛得惊呼 被翻卷的山峰吞没 只鱼吓一片寂静 哦 我忘了 我已经没有妈妈在身边 其实就算妈妈在 她也只会骂我没用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脚背被烫了个大水泡 我咬牙用针把皮挑破 挤出浓液 把浓皮撕掉 再撒点草木灰在伤口上 出了很多汗 挺疼的 但比爸爸那次酒后生气 用扁单捅轻我的后腰要轻歇 饭还是糊了 鸡蛋羹酱油放太多 满是气孔 又黑又酸 折腾了一圈 肚子早饿了 我顾不上趟 大口大口往嘴里扒了 舌尖都烫妈了 一口气扒了碗一碗饭 我马上跑去厨房装第二碗 米饭压得紧紧的 像是一碗板砖 回到桌上 发现鸡蛋羹一点都没变少 哎 我又忘了 已经没人会限制我吃多少 没人会骂我是饿死鬼投胎 没人会在我盛饭时 把桌上的菜一扫而空 我可以慢慢吃了 那天晚上 我端着饭碗坐在门槛上 一口一口 吃完了又糊又苦又酸的晚饭 肚子明明撑得要爆炸了 可我还是感觉很饿 小时候不懂 以为多吃点就能抵御饥饿 可其实那时让我感觉饥饿的不是胃 而是灵魂 每个孩子的灵魂都需要很多很多爱来饲养 没人爱我 所以 幼小的我 灵魂像是一只饥饿的饕餐 无法被喂饱 独自生活 有很多不便 下暴雨 若是没带伞 其他孩子都有家长来接 我却得淋着雨跑回家 柴火湿透了点不上 只能用冷水泡开挂面 再就点咸菜 就这么吃了好几天 夜间雪白的闪电 就在窗外撕开黑夜 别的孩子都能躲在爸妈的怀里 我却只能将老旧的棉被 裹了一层又一层 最熬夜的是冬夜 整碗脚都是凉的 被子又硬又重 像板砖一样压在胸口 让我噩梦连连 我梦见爸妈离婚那天下着大雨 舅舅开着拖拉机来接妈妈 我扒着车边缘使劲地哭 妈妈也在哭 舅舅叹着气说 晶晶 你懂事点 你妈妈要是带着你这个拖油瓶 不好再嫁人的 我不过有两秒的呆滞 妈妈就掰开我的手 将我推到地上 她流着泪说 晶晶 你别怪妈妈 要怪就怪你爸不忠用 我又梦到 爸爸背着大包南下打工那天 我一路跟在他背后跑 几次跌倒几次爬起 手被磨破 沙里泥土混着血字 忽满了整个手掌 我问 爸爸 你走了我怎么办 他很不耐烦 家里米面油我都给你准备了 你还能饿死 我不去赚钱 你吃什么喝什么 要怪就怪你妈 笔舌还阴毒 自己女儿都不要 我跟着他一直哭 他一耳光甩在我脸上 莫哭了 老子要出远门 你哭哭啼啼 你想我死在外头是吗 醒来时 枕头是湿的 不该哭的 最近天气一直阴沉沉的 枕头没法晒 潮潮的 睡得更难受 小孩子适应能力强 慢慢的 我也就习惯了 做饭不会烧糊 洗冷水澡不会感冒 吃痛不会叫喊 冷被窝也能睡着 我每天一个人上学 一个人放学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睡觉 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山顶 看着家家户户热热闹闹 我想 我已经学会了忍受苦难和孤独 诚如爸爸所说 我不会死 日子很快到了腊月 妈妈打电话到 大鹏家找我 她的声音很愉悦 惊惊 妈妈二十二结婚 到时候 让你舅舅带你一起过来 她叮嘱着 假如宾客问起 你就说你是你舅舅的女儿 我急急问 那以后 我能跟你一起住吗 她沉默了几秒 回 等我跟你卫叔安顿好再说吧 纵使是作为外甥女去见妈妈 我依旧满心欢喜 我把里里外外的衣服 都刷得干干净净 就连袜子的破洞 都一针针缝上了 她是我唯一的妈妈 一年不见 我有好多话想跟她说 等到腊月二十一 妈妈的电话又来了 她说 晶晶 妈妈这边不太方便 过段时间再去看你 妈妈也得顾及 为叔叔家的面子 晶晶 你体谅一下妈妈 好吗 挂断电话 大鹏他爸孟博 恰好回村 年初 爸爸是跟他一起外出打工的 他摸摸我的头 你爸说来回车票太贵 今年就不回了 你年三十要不去你妈妈那吧 妈妈有了新家 她也不欢迎我呢 大年三十 一大早开始 家家户户就在放鞭炮 我坐在门口的大石头上发呆 香刘姐路过盯我看了一会 走出很远后 她又折回来 在我旁边坐下 从兜里抓出一把炒花生塞给我 吃吧 大概是炒过火了 吃起来好苦 香刘姐比我大四岁 是村里出了名的凶姑娘 她爸爱喝酒 喝多了就打老婆 她妈实在受不了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跑了 她爸于是转而打香刘 直到两年前 香刘姐提起菜刀 剁了她爸一根手指 境遇才有所改善 但自那以后 村里的大人都让自家孩子离她远点 怕她发疯 她不爱说话 总是拉着脸独来独往 可我此刻觉得她很好 吃完花生 我跑回屋里 爆出一个全新的大糖冠 拆开 从里面挑了两颗草莓味的棒棒糖 给香刘姐 你哪来这么多糖 我妈走的那天给我买的 我朝她笑笑 她说等我吃完这些糖 她就会回来看我 香刘姐把糖塞回给我 那你自己留着吃 没关系 你吃吧 我放低了声音 她是骗我的 那些糖是哄小孩的把戏 可惜我突然就长大了 怎么都骗不了自己 香刘姐撕开糖衣 狠狠咬下去 大声道 她们回不回有什么要紧的 我们靠自己也能活下去 从那以后 她会把最大的烤红薯 最嫩的薔薯煎 最大的拐枣 最甜的野葡萄 都与我一起分享 冬去春来 我陪香刘姐 上山打猪草 看到贫瘠的石壁上 有一层 葱脆的不知名野草 它们周边没有花 也没有树 就这么孤零零地 在风里摇摆 我指着它们 道 那野草 好像我们哦 爹不疼娘不爱 要什么没什么 香刘姐看了几秒 笑了笑 可它们那么绿 活得那么好呢 那些树荫下的草 还没长得那么好 纵使身处贫瘠 它们依旧生机勃勃呀 几个月后 我妈生了个弟弟 她抱着弟弟回村 骄傲的嘴角压都压不住 你爸以前总说我生不出儿子 现在我就要让所有人都看看 有问题的是他催大头 不是我 哦 原来他是回来扬眉吐气的 不是特意来看我的 爸爸也不甘落后 中秋节回家 带回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他要再婚了 而且娶的是城里的姑娘 那姑娘是投婚 结婚后 爸爸可以跟他一起住在城里 村里的男人羡慕不已 催大头是祖坟冒清烟了 不知道走得什么狗屎运 那女人的眼睛是被眼屎护住了 怎么就看上她了 女人们则一边嗑瓜子 一边逗我 晶晶 以后你也是城里姑娘了 开心吗 我其实还是有点期待 回家后小声问爸爸 你会带我一起进城吗 爸爸立马拉下脸 怎么可能 他家亲戚都不知道 我还有个女儿 我看你一个人住 也挺好的 你就继续在乡下待着吧 里面有我不会少你的 有一首歌是怎么唱来着 爸爸一个家 妈妈一个家 剩下我自己 好像是多余的 说的就是我吧 村子里的人都知道 我被放弃了 越来越多的恶意扑面而来 比如张神 每次见了我就笑 晶晶 你爸妈都不要你了 不如你给我当女儿 以后长大 就嫁给状元 状元是他儿子 比我大八岁 脑子不太灵光 长得牛高马大 却还会当众脱了裤子撒尿 张叔喝得醉熏熏 嚷嚷着 你爸运气真好 你都快十岁了 供你到初中毕业 你就能赚钱 到了二十家人 再收一笔财礼 这钱他一个人都占了 两口子一样招人闲 真是一家子 拉不出两样时 村里男孩们 也会追在我身后 往我身上砸石头 扔木棍 拉扯我的衣服 揪我的头发 还会大声喊 扫把星 没人要 爹嫌弃 娘扔掉 渐渐的 同龄的小孩 也不太跟我一起玩 还好有香刘姐陪我 那年我已经十岁 有日 我们在一起吃野葡萄 村里的老光棍狗叔路过 笑咪咪地伸手来摸我 惊惊 好些天没见 又变漂亮了 香刘姐举起镰刀 冷冰冰地盯着她 她善善地又把手收了回去 也就是那天 香刘姐拿着剪刀 把我头发剪得很短很短 坑坑洼洼的 实在难看 我很委屈 眼泪哒哒地掉 她凶我 你一个人住山上 这样比较安全 为什么 因为山上有豺狼 她叮嘱 睡觉一定要锁好门窗 不要轻易给人开门 知道吗 山里是否真有豺狼 我不知道 但山间夜里的风很大 吹动竹叶 哗哗作响 见货有鸟鸣 这么晚 她怎么还不睡呢 是不是跟我一样 没有爸爸妈妈 夜里村落寂静 各种自然的声响 反而会被放大 明明我的耳朵里 这么吵闹啊 我却会感觉 格外的孤独 仿佛天地间 只剩下我一人 就在这时 院门之嘎响了一声 凌乱的脚步声 游远极近 很快停在了窗口 薄薄的月光下 一只浑浊的眼睛 抵在窗户玻璃的破洞里 朝屋内看来 我吓得一声尖叫 紧紧裹住被子 狗叔最熏熏的声音传来 鲸鲸 我是你狗叔 你一个人睡 是不是害怕 开门 狗叔陪你 狗叔抱着你一起睡 你就不怕了 我头皮发麻 捏紧被子 浑身都在颤抖 原来这世上最可怕的 不是山间的豺狼 而是人间的禽兽 窗户被他拍得邦邦响 生锈的钢筋 如同腐朽的树枝 似乎再用力些 就能被扳断 薄薄的玻璃 在冷月下晃动不止 咔嚓碎了 狗叔长毛遍布的手 伸了进来 我后背都是冷汗 精神紧绷到了极点 就在此时 一道手电的强光照在玻璃上 清冷坚定的声音响起 你大半夜不睡觉 在京京家干嘛呢 是香柳姐 我一个咕噜 从床上爬了起来 就听到香柳姐喊 你是猪吗 她把手伸进去 你不会打 她的声音给了我勇气 我抄起门后的扁担 狠狠敲在狗叔的手臂上 而香柳姐则用手电 不断晃她眼睛 狗叔恼羞成怒 你个死丫头骗子 我要陪京京睡觉 关你屁事 你不要她陪我睡 那你陪我睡 香柳姐冷笑 那你试试 我身上戴了镰刀 发起风来 我连你胳膊一起砍了 我怕香柳姐被欺负 开着门举着菜刀出去 颤声道 我 我也剁你 狗叔怕了 妈妈咧咧地走了 第二天 面对村里人的指责 她嘻嘻哈哈 喝多了 走岔路了吗 七脖子恶狠狠盯着香柳姐 吃到 大半夜不在家睡觉 在外面做野猫呢 你就是被人睡了 也是活该 香柳姐阴侧侧冷笑 谁敢对我动手动脚 我就把她剁碎喂狗 七脖脸色明显白了下 不再说话 也是从那天开始 香柳姐每天晚上 都会来陪我睡觉 村里有些大娘还劝我 你离那个神经病远一点 当心她发疯起来伤了你 她才不会伤我 她是这世上唯一 会护我之人 我们太弱小了 如果不拼尽全力 张牙舞爪 又如何能虎得住 那些虎视眈眈的恶狼 那时我念五年级 香柳姐因为入学晚 念初一 从前没人管束 我经常连作业都不做 现在不行了 香柳姐会逼着我一起写 还会检查我功课 给我纠正错题 人的天性大约就是懒惰的 纵使她耳提面命 我对学习依然提不起热情 我不知道学习的意义在哪里 直到有天 她带回了一本相册 是她从老师那届的 她一张张翻着 眼底全是渴望 这是上海东方明珠 这是故宫 这是长城 京京 你想不想长大后 去这些地方看看 很远吧 我们能去吗 在我的认知里 我能去得最远的地方 就是广东 那里有很多工厂 当然能 她拔高音调 只要我们好好读书 考上高中 考个好大学 就能走出这里 我英语老师老家比这还穷 可她考上了大学 分配了工作 她在这里只待两年 很快就会掉走 她拧着我的眼 你比我聪明 这是老天爷给你的补偿 你难道想长大后 嫁一个像你爸那样的男人 成为你妈妈那样的女人吗 我生生打了个寒颤 也是从那天起 我知道了读书对我来说 意味着什么 学习的主动性和信念感 格外重要 小学的课本并不难 香刘姐给我传授了很多 她摸索到的学习方法 我每天跟着她学到十一点才睡 全心全意之下 五年级的期末考 我拿到了年级第一 妈妈得知后夸了几句 然后匆匆道 你弟哭了 我不跟你说了 挂了 爸爸更加不以为意 女娃要那么会读书做什么 只有香刘姐真心为我高兴 她上山踩了一大包覆盆子 这种果子长在满是刺的藤蔓上 摘起来格外费劲 稍不留神 就会刮一胳膊写道子 但它们熟透之后 比草莓还甜 是孩子们都喜欢的零食 香刘姐让我把衣服兜起 分了一半覆盆子给我 我今天在山上看到我们的野草了 它们开花了呢 真的 野草都能开花 我们的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好吧 那天的晚霞 如怀里的覆盆子一般鲜艳 不知名的鸟在树上叽叽喳喳唱着歌 我们晃荡着脚丫 坐在院门口的大石上 巴唧巴唧吃得很香 同学们大多当一天和尚壮一天中 只有我格外努力 近了六年级后 我成绩一直稳步上升 宇文老师推荐我去参加作文比赛 我写了一篇野草 拿了县里的一等奖 后来作文被选送到市里 得了第三名 香刘姐也获了县里的二等奖 她站在凳子上 把我们的奖状贴得高高的 以后咱们的奖状 要把这整面墙都贴满 一起加油 晚霞层层叠叠 深粉色的光芒里 她笑得比路边的红蔷薇还要美 小学毕业是全县联考 我考了一百五十多名 加上之前作文一等奖的加持 县里最好的私立初中 城北中学向我抛出了橄榄枝 香刘姐紧紧抱着我 眼睛都红了 晶晶 我就知道你可以 你比我厉害多了 班主任也为我高兴 崔晶晶 进了城北 等于一只脚踏入了一中的大门 这是天大的好机会 你千万要把握 我开心地跟爸妈报告这个消息 妈妈笑了几声厚道 的确是好事 去城里念书你 就可以助你爸爸呢 正好他可以照应你 爸爸断然拒绝 你阿姨快生了 我照顾他都照顾不过来 哪有时间管你 再说 私立初中的费用那么高 我拿不出来 如果你妈愿意出学费住宿费 那你就去读 妈妈也不乐意 我还得攒钱给弟弟建房子 娶媳妇呢 晶晶 你那么聪明 就在镇上的初中读也是一样的 窗外 几个孩子正在踢一个发黄露气的皮球 她在不同的孩子脚下辗转 哪个孩子若是将她踢得高踢得远 就会发出胜利的欢呼 挂断电话 我上山去找香柳姐 发现那一层野草开的花已经泄了 山风吹过 花瓣凋零一地 香柳姐问清了来龙去脉 拽着我就往山下跑 要去哪里 当然是再去争取一下 难道就这样放弃吗 她骑着叮咚作响的自行车 载着我去找妈妈 进了魏家村 有大娘跟我打招呼 哟 晶晶来找你姑姑 我牵动嘴角点点头 到妈妈那时 弟弟把桌上的新茶壶扯下来打碎了 妈妈抱着她左看右看 急得不行 痒痒 吓到了眉 有没有伤到哪里 我恍然记起 六七岁时 我不小心打碎了一个开水壶 热水从胸口一直淋下来 我整个人都被烫红了 妈妈当时很生气 一直骂我 刚患得心内胆 你就给造了 你怎么那么能败家呢 糟心满意 怎么没把你烫死 原来她不是生性凶恶 只是单纯地不喜欢我而已 但我还是说明了来意 我跪下来哀求她 妈妈 求求你给我出学费好不好 等我以后赚钱了 一定十倍 不 百倍地还给你 闭嘴 妈妈紧张看了看外面 我不是跟你说过 要叫我姑姑 她把我扶起来 摸着我的头 惊惊 我在家带孩子 钱都是你为叔叔赚的 我哪拿得出这笔钱 她跟着我一起流泪 我也不容易 你体谅一下 我好吗 你姓崔 这是你得找你爸 她如今是城里人 她肯定有钱 无论我怎么哀求 妈妈都没答应 没一会 为叔叔回来了 她象征性地留我吃晚饭 他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我却没法厚着脸皮继续留下 晚霞美得炫目 我的心却一片废墟 走了一小会 妈妈追了上来 她塞了一百块给我 妈妈也只有这么多 你别怪妈妈 山路寂静 只有自行车的链条 嘎嘎作响 暮色一分 分沉下来 前路陷入一片黑暗 恰如我的未来一样 就这么慢慢骑了不知多久 香刘姐突然喊道 你看 月亮出来了 今夜是满月 清冷月光洒落天地 照亮前路 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别沮丧 咱们明天再去找你爸 但我连爸爸的家门都没能进去 你阿姨快生了 你别去气她 村里的女娃都是在镇上读初中的 就你明堂多 你要是再哭哭啼啼 镇上初中的学费 我都不给你出 香刘姐不肯放弃 咱们去找城北的校长 求求他 说不定他能给你免学费呢 能有这样的好事 不试试怎么知道 学校放暑假了 保安拦住我们不让进 他听了我们的情况后 大声道 校长是在里面 但我不能放你们进去 我们便一直等在校门口 城里样样东西都要花钱 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三个馒头 找老板要了一塑料袋自来水 就着吃了 从上午十点多等到晚上六点 一个中年男人出来了 保安立马站起 声如红钟 校长 你下班了 我和香刘姐赶紧冲了上去 可可巴巴说完情况 校长坚持请我们在门口小店吃饭 辣椒炒肉 红烧鲫鱼 再加一份西红柿鸡蛋汤 我心里腾起希望 可是饭后 他说 我很同情你 可你的成绩并不拔尖 你这样的孩子太多 我没这么大的权利 为你申请免学费 我很抱歉 这才是生活残酷的真相 天生天养的野草 是得不到命运太多眷顾的 我们生而贫瘠 或许终其一生 都是如此 纵使能开花 也不过是短短瞬息 校长开着小汽车 将我们送回村口 下车时 他递给我一本 老人于海 送给你的 别放弃 孩子 回家后我翻开书 才发现 里面加着两百块 那个夜里 我跟香柳姐手牵手 躺在院子里的竹床上 乌云碧月 星子熄落 香柳姐紧紧握着我的手 没关系 读镇上的初衷也可以 咱们正好作伴 晶晶 是金字在哪里都发光 不能放弃 村里的婆娘们 也议论这件事 晶晶 大家都是在镇上念初中的 就你例外些哦 女娃读那么多书 做什么 还不是要嫁人的 那些私立学校 学费贵得要死 都是骗傻子钱 幸亏你爸妈没上当 我最后还是去念了 镇上的初中 香柳姐初三 我初一 我们每天同进同出 我来月试 是她教我怎么应对 在卫生巾的表面 再垫几张草纸 这样就能延长使用时间 可以省点钱 我发育了 是她带我去买的小汉衫 七伯有时会来找香柳姐 骂她见货 有家不回 有一次她喝多了发疯 紧紧抱着我 你把我女儿拐跑了 那你回家当我女儿 香柳姐当时就疯了 从厨房拿着菜刀 红灼眼跑出来 你那样对我就算了 你要是不放开晶晶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她把七伯的胳膊 砍出了血 七伯被吓跑了 我软倒在地 电光石火之间 我明白了一些事 为什么她那么厌恶七伯 为什么她知道 山上有豺狼 为什么她宁愿与我住在一起 也不回家 我们两个抱头痛哭 哭声在山间反复回荡 第二天 村里又有留言 说香柳姐没救了 又发疯了 大爷大娘们纷纷指责 她好歹是你爹 你怎么一再对你爹动刀子 这是大不孝 天下无不是之父母 晶晶 你要是再跟她搅和到一块 你迟早要被她带坏了 那时我们还太小 脸皮薄 无法去辩解其中的真相 只觉气愤与窒息 从那时起 我更加坚定了信念 我要逃出去 我要逃出这个痴人的村庄 我要逃离这些站在道德高地 对他人苦难指质点点的人 我跟香柳姐 没日没夜地学 城北的校长 居然定期托人 给我们他们内部的学习资料 这些资料我从没藏私 都给了老师 如果同学需要 老师可以帮他们印刷出来 可惜 需要的人寥寥无几 长大后我才懂 这世上浑浑噩噩活着的 本来就占多数 能清晰知晓自己的人生目标 并为之努力 已经极为难得 我的成绩一直很稳定 香柳姐的状态有高有低 如果按照她的高位水准 应该是能考上一中的 可麻绳专挑细处段 中考成绩出来 她只比一中分数线低两分 两分 一个选择题 一个公式墨迹 一句诗文填空 就可以弥补的差距 香柳姐眼里的光都灭了 七伯却喜气洋洋 我早说了她考不上 她还不信 她就不是那块读书的料 就算考上一中 我也不会供她读 我紧紧抱着她 气不成声 没关系的 没关系 我们可以再读一年初三 学校会愿意收留你的 那使馆的不严 初三是可以想法子复读的 香柳姐成绩不错 再读一年 肯定能上一中 这对于学校也是好事 可是七伯没给她机会 她趁着香柳姐回家拿东西 把她锁在家里 她收了隔壁村 一个笼子六万块的彩礼 要把香柳姐嫁过去 我请求她放过香柳姐 被她用便单赶了出来 我钱都收了 她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我一把屎一把尿 把她拉着打 这都是她该给我的回报 我求村里人帮香柳姐说话 大家纷纷摇头 清官难断家务事哦 只有孟伯娘和村之书出面去劝 都被七伯骂回来了 我嫁我女儿 关你们屁事 除非你们拿六万块给我 那我就把这女儿送给你们 隔着窗户 香柳姐泪水连连 冲我摇头 惊惊 算了 算了 可能 这就是我的命吧 不 我没法算了 我不信这狗屁的命 你曾为我披荆斩棘 我也定为你父盲批尾 未免夜长梦多 七伯将婚期定在五日后 我不眠不休地蹲守 婚事前两天 老知书并三爷爷九爷爷来找七伯喝酒 他们一直喝到下半夜 七伯醉了 憨声震天 我偷偷溜到他家 拿出带来的锤子 使出吃奶的劲 使劲砸香柳姐窗户上的钢筋 香柳姐把锤子接过去 给我 刚砸弯一点 憨声停了 七伯嚷嚷道 你个小贱人 去哪 我头皮都炸了 死死握住香柳姐的手 好在几秒后 憨声再度响起 香柳姐赶紧继续 钢筋总算被砸弯 她挤了出来 星月无光 我们沿着十字路 一路往外跑 家家户户的狗被惊动 费声连天 经过孟伯娘架时 她打开门看到我们 屋里的老太太在问 是不是村里进贼了 孟伯娘打了个哈欠 没有 没人 一路跑到村口 香柳姐把锄头丢到河渠里 她紧紧抱着我 哽咽说 别告诉任何人是你放了我 知道吗 晶晶 我得走了 我把早就准备好的钱都给她 哭得不能自已 香柳姐抚去我脸上的泪 笑了笑 晶晶 我读不成书了 但是你别放弃 带着我的那一份 好好读 考上一中 考上大学 走出这个村子 去看东方明珠 去故宫 去长城 晶晶 你可以做到的 是吗 答应我 答应我 我泪如雨下 不住点头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我绝不会放弃 香柳姐最后抱了抱我 别哭 我以后不能给你擦眼泪了 我会联系你的 在我心里 你就是我亲妹妹 不管我在哪里 都会想你 晶晶 你永远都不会孤独 夜色那么暗淡啊 一点点 一点点 就将她的背影 全部吞没了 香柳姐跑了 七伯大怒 第一时间跑来质问我 可是大家勘探现场 发现钢筋是从里面被敲弯的 而我毕竟是个小姑娘 哪里有这样的胆子 七伯已经把彩礼花了一部分 龙自家找上门 要走了剩下的钱 把七伯狠狠打了一顿 等她好后 一条腿出了问题 走快了就一瘸一拐 活该 怎么没把她打死 爸妈的钱只够活着 想买课外书 练习册 我就得自己想办法赚钱 去山上砍毛竹 手臂大的毛竹 用锯子锯成一米长短 再剖开成小拇指大小 可以卖一分钱一片 起早贪黑 一天能赚五块 就是手上会被毛刺 拉出许多细密的伤口 又痒又疼 还可以采野生的金银花 晒干后能卖一块五一斤 它们有时缠着树 有时绕着溪流 有次为了采它们 我被蛇咬了 好在是菜花蛇 无毒 就是脚腕肿的像馒头 走路钻心的疼 还能捡茶子卖 不过茶树上 经常会有绿色的羊辣子 一旦被碰到 半个胳膊都会发红 又痛又痒 以前都是跟香柳姐一起做这些 如今却只能我自己干 开学后 继母生了个女儿 妈妈得知这个消息 哈哈大笑 你爸命里就没儿子 他肯定气死了 你那后妈肯定也没好日子过 不 爸爸很宠爱妹妹 一口一个宝贝 换尿片充奶粉 样样都来 原来她不是讨厌女儿 只是单纯的 不喜欢我而已 不过没关系 我有香柳姐就够了 我带着她的期盼 没日没夜地学 我发疯一样 把自己不会的题 做了一遍又一遍 直到她化成灰 我也认识为止 香柳姐之前的英语老师 如今继续教我们英语 她很负责 也很喜欢我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 问她 张老师 你不是该调走的吗 她沉默良久 淡淡到 被有关系的顶替了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她反而笑了 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样的 越是不宫廷 我们越是要努力 不然就会被永远压在大山之下 有天夜里 我学到十二点 出门上厕所 发现月色暗淡 恰如香柳姐出逃那日 大半年过去 你如今在何处 是否也能看到这一轮明月 初三开学 我被分到了重点班 附近无所初衷举行联考 我拿了第三 真好 可惜香柳姐不在 不然她一定很开心 也就是这天 我收到了一个来自上海的包裹 里面有肉干 奶粉 两身新衣服 四件少女内衣和易达内裤 还有一封信 晶晶 我一切都好 你要好好吃饭 不必回信 我很快就要搬家 别害怕 你永远都不再是一个人 别担心 香柳姐 我虽然现在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睡觉 一个人学习 可我 再也不害怕孤单了 努力的日子过得飞快 中考很快到了 我们是在县里考试的 考完那天 爸爸居然等在考场外 破天荒地叫我去县城 他家里吃饭 晋母没给我甩脸子 也不再嫌我身上有跳蚤 爸爸还给我加了两块红烧肉 我久违地感受到了一点父爱 可爸爸很快就把这种幻觉打破 他说 我跟你阿姨准备开个店 妹妹正好没人照顾 你反正也考完了 就留下来帮我们看下妹妹 妈妈得知后急了 凭什么去给她带女儿 她拉着我的手 你还是帮我来带带弟弟 你为叔叔承包了一个工地 正是缺人 晋晋 要帮你也得帮妈妈 以后你弟弟还能给你撑腰 崔晋晋 别难过 他们不爱你 你早就知道不是吗 我明确拒绝 我要读高中 我要考大学 爸妈都跳脚了 供你读完初中 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读什么高中 乡下那破初中 就算拿了第一名 也没什么了不起 你一个女娃娃 读那么多书做什么 村里也有人劝 你爸妈没收彩礼 把你嫁出去 已经对你不错了 你也大了 他们现在需要你搭把手 你还是得回报 做人要讲良心 不能当白眼狼 一中没那么好考的 当时香柳的成绩也挺好 后来还不是没考上 就是女娃娃一到大阵仗 心理素质就是不行 扛不住是 平时考得好 不代表大考也能扛住 我收拾行李连夜跑路 进了一家电子厂做临时工 干着两班倒的活 二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宿舍 每每下班后 头一沾枕头就能秒睡 一开始操作不熟练 有次不小心伤了手 血鼓鼓往外喷 骨头都露出来了 可临时工没有医保 我不舍得去医院 就找宿舍的大姐处理了下 用白布条包好 下午继续上工 我很清楚 就算我考上 爸妈也不会出钱供我 所以我得靠自己 我不能放弃 宿舍同龄的家家 每天一下工 就打扮得花枝招展出去玩 还笑话我 都进场了 还不认命呢 不是谁都有那个脑子 有那个钱 还不如趁着年轻 找个条件不错的男人嫁了 嫁人才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 读书可不是 就这样过了半个月 到了出成绩这天 我一直心神不宁 频频出错 被组长骂得狗血淋头 好不容易等到换班 我在小卖部给班主任电话 他叹口气 惊惊 你这次的成绩 有点遗憾啊 工厂门口的水泥地表面 空气被加热成扭曲的烟雾 午后热辣的日光 将我尽数包裹 我的手脚却一片冰凉 难道老天爷终究要拔掉我 这株野草吗 正是心碎 听得班主任又道 你考了全线第三十一名 一中的政策 前三十名可以免学费呢 就差那么一点点 太可惜了 我那颗坠到牙底的心 被高高拉起 大声追问 你说我考了多少 全线三十一 这是历年来 咱们初中最好的成绩 去一中是板上钉钉的事 我考上了 我考上了 香柳姐 你听到了吗 我考了全线第三十一名 你听到了吗 宿舍的人都知道了这个消息 卧谈会时年长的大姐们 不住地夸我 让我好好读书 以后赚轻松钱 平日对我最狠的家家 一直没吭声 等夜深人静 听得他轻声说 我真羡慕你 还能读高中 我有两个弟弟 就算我考上了 我爸妈也不会出钱让我读 所以 我也懒得认真学 其实我爸妈也不会 一中的通知书 已经寄到村里 标明学费 书本费 住宿费 校服等等的钱 得交一千八百五十 我没日没夜 干了两个月的暑假工 按理能拿两千二百块 可会计东扣扣西扣扣 最后只给了我一千八百 他还假惺惺的 本来你没干满三个月 是不能给你这么多钱的 看在你是要去读高中 我才跟领导特意申请的 那时候管理远没现在规范 被扣钱是常有的事 我离开厂子的那天 大家都在上工 只有家家说不舒服请假了 我上公交后 他不知从哪里窜出来 隔着窗户 把一个布包扔了进来 追着车吼 崔晶晶 你要是没考上大学 这钱得十倍还我 小布包里有零零整整的三百块 他跟我前后绞进的场 上的工不多 花钱手脚大 三百块 大概是他全部身家了 爸爸极力反对我读高中 你去读书了 悠悠谁来带 三年高中 你知道要花多少钱吗 你做暑假公赚的钱 也只够一学期的费用 之后你准备怎么办 反正我是不出钱 我养你到初中毕业 已经人质易尽 生下我 恶待我 放养我 原来就已经人质易尽啊 妈妈也唉声叹气 家里的钱都是你为叔叔管 我也帮不上你的忙 要不你跟着我们一起去工地上干吧 妈妈还能照顾你 纵使前路会暗 我依然要踏上征途 因为我呀 无处可去 无人可依 唯有此路可走 开学前一天 孟伯娘他们来家里找我 京京 这是我做的剁辣椒 我这是坛子扁豆 我这有腌制的空心菜 酱黄瓜 我这有茄子干 白豆角 你要是不嫌弃 就带去学校 能省点菜钱 我开学的行李 是寥寥的几件衣服 还有十几个大大小小的瓶子 交完学费 我身上就只剩下四百来块了 早上馒头加剁椒 中午晚上 一份米饭 一份最便宜的素菜 加上自带酱菜 一天的支出 可以控制在三块钱 室友们周末会嚷嚷着 出去吃小炒 下来一次十块 我没参加过 他们给我分零食 我也从不敢接 没钱 吃了后 拿什么还他们呢 那时到底还小 没有足够的从容 来面对由贫穷生出的自卑 敏感和怯懦 渐渐的 他们也就不跟我一起玩了 我又变成了独来独往 没关系的 我早就习惯了 只是在日光战战时 下雨时 在起风时 在解不出难题时 思念就会像腾万一样疯涨 相留解 如果你在 我一定能更坦然吧 从家里带来的瓶瓶罐罐 都被我放在衣柜里 有天我洗完衣服回来 发现柜子被打开 室友们围在一处 脸色尴尬 我们闻到臭味 以为有死老鼠 所以打开看了下 对 对不起 室友平降黄瓜变质了 可我舍不得扔 洗洗应该还能吃 我笑了笑 没关系 我早该扔掉 从那天起 家里条件不错的 市长果果和名侠 老是抢我的咸菜吃 说开胃 吃完后 为了补偿我 就给我打荤菜 红烧肉炸猪排 哪个肉多 就打哪个 入冬后 咸菜也吃光了 口袋里 只剩下最后二十块 怎么算都到不了期末 那时班上 有个男生带军 频频向我示好 给我买热乎乎的豆浆 香喷喷的肉包 在我桌洞里 塞我从未喝过的纯牛奶 还有看上去 就很贵的巧克力 而那天早上 我为了省钱 馒头都没吃 饥饿如同聚锤 狠狠敲打着我的胃 我握住那块巧克力 无数次想要将它撕开 送进嘴里 早自习一下课 带军就找我 他脸红红的 很紧张 你要是喜欢吃这个德服 我以后天天都给你带 你做我女朋友好吗 手心的巧克力 早已被握得软化 正如我的意志一般 我说服自己 答应他吧 糊弄他一下 他能让你吃饱 他能帮你撑到期末 我抬头 迎上他期盼干净的眼 猛地打了个哆嗦 不 如果我真的答应他 以后的每天 我都会鄙视自己吧 我把巧克力还给他 拒绝 对不起 我没有任何谈恋爱的想法 两天后是周末 我去找爸爸 下雪了 路人纷纷发出兴奋的低呼 只有我 裹紧身上单薄的外套 房门虚掩着 我看到爸爸一次次将悠悠高高举起在空中 悠悠发出铃铛一样清脆的笑声 爸爸亦是满脸溺爱 我就像个小偷一样 在门缝里偷窥着永不会属于我的父爱 我轻轻敲门 爸爸看到我 脸色马上沉了下来 我站在门口 屋内的暖气扑面而来 我却觉得越发的冷 悠悠坐在沙发上 拿着一颗跟他脸一般大笑的棒棒糖 再啃 爸爸从钱包里一打红跳子 抽出一张甩在我脸上 不是说了要靠自己读高中 现在还不是来求我 拿着钱赶紧走 回学校的路上 我花一块五买了一份铁板炒粉 大概辣椒放多了 我一路吃 一路流眼泪 香流解 好难 真的好难啊 我好怕 自己会坚持不下去 可沮丧是暂时的 其实我比初中时要更努力 体育课 大家都会放松一下 只有我埋头看书做题 果果经常说 你别绷得那么紧 要适当放松下 可我不敢放松 我怕这口气一旦泄了 就再也提不起来 每天五点多 天蒙蒙亮我就会起床 那时学校最安静 脑子也很清晰 我在走廊的感应灯下 来来回回地走 试图把书上 每一个标点符号 都刻入脑子里 因为班主任老王私下里跟我说 只要我能考入年级前十 他可以去跟学校申请 减免下期学费 我是全县三十一名考进来的 我这么努力 考入前十 还是有希望的吧 我以为只要付出 就一定会有回报 可现实给了我狠狠一耳光 考试前晚 我一直在做噩梦 梦见自己没考好 被学校扫地出门 梦见弟弟妹妹死死抱着我的腿 拽着我 跳进一口很深很深的井里 梦见香刘姐背对着我 一直往前走 不管我怎么喊她 都不回头 第二天考试 自然浑浑噩噩 头像蒙着塑料布 成绩出来 我调到了年级一百三 起步较晚的物理 才刚及格 简直晴天霹雳 去拿成绩单那天 老王一脸难色 你这个成绩 我没法给你争取 你得自己想办法凑够学费 物理老师宋丰 更是当着很多同学的面笑话我 你物理考成这样 别说免学费 考个好大学都是妄想 到底是乡下考上来的 底子薄 我修得脸皮通红 低声道 我下次会考好的 她吃笑 好成绩是考出来的 不是靠吹出来的 无法反驳 实力不够时 你只能咽下别人的嘲笑和轻蔑 回去后我心事重重 村子里却鞭炮连天 今天是老知书八十大寿 他在村里极有威望 是以爸爸妈妈分别都来了 我路过洗棚时 也被声拉硬拽进去 学生到了这种场合 少不得就要被问成绩 得知我调到年级一百多名 爸妈的脸色齐齐变了 妈妈唉声叹气 我早跟你说过 你不行的吗 爸爸吃之以鼻 烤成这样 几千块都打水漂了 纯粹是浪费钱 一些书拜也开始点评 我早说过 女娃到了大场面就撑不住 女娃就是后劲不足 再怎么努力 关键时刻还是比不过男娃 读那么多书做什么 女娃能认数字 会算点账就够用了 书读多了 把脑子都读傻了 一天到晚就嚷嚷着 要出去看看 外面那么危险 是你们女娃能去的吗 乖乖待在家里 伺候老人带孩子 才是正经 男人们这么想就算了 有些婶子大娘 也纷纷点头 真的很可悲 七伯一直埋头喝酒 此时大着嗓门说 趁早把她嫁出去收点彩礼 别像我 我家香柳那小贱货 估计已经死在外面了 我现在是人才两空了 我霍地一下站起来 立声道 你不要胡说八道 香柳姐她不会死的 七伯瞪我 没死这么久 她不递一个信回来 她不是跟你关系好吗 八伯沈笑着 那这几年她联系过你没 孟嫂子家的电话 一直没换号码 她要是没死 怎么一次都没打回来 她就是死了 八伯咬牙切齿 小贱货 当时要是听我的嫁人 还能多活几年 现在王龙子家 又分了山前 她就是贱命 一分都捞不着 我耳朵轰隆隆的 只有那一句 她要是没死 怎么一次都没联系 长久以来 压抑在心底的那些隐秘担忧 如火山一般喷涌而出 她说过 会永远牵挂我 她说过 是我亲姐 如果我是她放在心上的人 为什么快两年了 她都没有联系过我 她难道下雪了 大片大片雪花飞舞 可她们太轻太薄 根本压不住 我无尽的恐惧与心慌 七伯还在絮絮叨叨 小贱货 百养她这么大 一分钱都没捞着 就死了 贱货说不定 就是在外面倒贴男人贴死的 愤怒烧红了眼 我朝着七伯怒吼 闭嘴 你不许这么说她 你这个禽兽 根本不配当她爸爸 她没有死 她不会死 她答应过 答应过 会一辈子陪我的 眼泪不知何时 汹涌而下 说到最后 我已经哽咽不成调 啪 便在此时 一个巴掌 狠狠甩在我脸上 是爸爸 她拉着脸 怒道 谁让你跟长辈 这么说话的 你也不看看 今天是什么场合 你个媒娘教养的东西 妈妈拉下脸色 你骂谁呢 孩子跟了你 自然是你教导 你少把屎盆子 往我头上扣 你自己没本事 以前生不出儿子 天天怪我 我现在有儿子养老了 你去城里倒插门 还是没儿子 妈妈嘖嘖不已 你呀 就是段子绝孙的命 两人已然离婚 爸爸说不过 又没法进行武力压制 转而将一腔怒火 发泄到我身上 他恨恨瞪我 捏紧拳头 我怎么生了 你这么个没用的玩意 老子该送你读的初衷 已经送了 反正下学期的学费 你自己也凑不齐 成绩又是这熊样 你不准读书了 给我乖乖在家带妹妹 我历生反驳 你做梦 你自己生的孩子自己带 我要读书 爸爸冷笑 那你告诉我 你去哪里凑学费 我哀求地看向妈妈 可她避开了我的视线 喧闹的洗棚里 此时一片寂静 爸爸用言语的刺刀 狠狠戳向我脆弱的心脏 寒假太短 就算做兼职 也赚不了几百块 你考了一百多名 学校不可能免你的学费 你是不是还想着 催香柳拉你一把 她人都没了 你趁早死了这条心 再说 供一个高中生 是不小的开支 就算是亲节 都不见得能承担 你以为她能这么好 我被她一刀一刀 捅碎了所有的希望 或许这就是野草的命运 在冬日来临的时候 她们会被冻雨 被严寒 被冷血肆虐 然后孤独地枯萎 无望地死去 正是绝望之际 一个清冷声音响起 谁说我没那么好 我的妹妹 我当然会供她继续读书 这声音 我定在原地 根本不敢回头 或许是我的幻觉 或许我又入梦了 直到一只手搭在我肩上 一道热气浮过我耳畔 崔晶晶 你不会忘了 还有我这个姐吧 我缓缓转身 看到了朝思暮想的脸 她长高了 变漂亮了 四目相对 我的眼泪滚滚而落 她也红着眼眶 摸着我的脸 哽咽道 你怎么搞的 非但没长高 反而还瘦了 我再也无法控制 一把扑到她怀里 她紧紧抱住我 在我耳边轻声说 惊惊 对不起 你等很久了吧 我已经用最快的速度 赶回来见你了 那天晚上 我们躺在山顶的土坯房中 山风呼啸 顺着墙面低缝隙 在屋内回旋 可我不觉得冷 我迫不及待想知道 香刘姐这几年的生活 原来她从村里出去后 在流水县 饭店 服装店 都辗转过 后来机缘巧合她 认识一个大姐 那个大姐带她上了船 那会大家都劝我别去 说不定就把我拉到国外卖了 可是她给的太多了 一个月六千块 六千 要知道 那时我在流水县 累死累活一个月 才一千多块呢 不过 我捏紧她的手 一定很难吧 你以前做个竹筏都害怕 香刘姐轻描淡写的 还好 就是刚开始那个月一直吐 而且 邮轮一旦出发 基本就飘在海上 你每天看到的 除了大海 还是大海 一开始语言不通 经常被投诉 有次下错了单 那个顾客脾气格外暴躁 把我提起来要扔到海里 我把孟博娘家的电话弄丢了 所以一直联系不上你 她搂住我的胳膊 我本来都算好了 跑完那一条线 正好你中考结束 我就回来看你 可航线临时调整 多加了半年的时间 黑暗里 她轻轻摸了下我的脸 还好 你自己撑住了 晶晶 你长大了 我真的很开心 独自去一乡 独自上大船 面对形形色色的客人 耳边全是听不懂的鸟语 日日对着无边无际的大海 她一定吃了很多很多苦 才熬过来 大概感应到我的低落 向刘姐一个翻身坐起来 给你看样东西 是一张银行卡 这里面有两万块 她将卡塞到我手里 密码是你的生日 我在船上 不能常常联系你 这些钱应该够你坚持到高中毕业 别再有后顾之忧 全心学 我推回给她 可这是你那么辛苦存下来的 我自己还留了钱 晶晶 我已经没机会再念高中考大学了 你就当替我圆梦 好吗 卡片的锐角 嵌入我的掌心 我轻轻道 你对我这么好 可我却没办法回报 你早回报过了 暗夜里 她笑得像是盛开的昙花 那时村里人人觉得 我是疯子 只有你 分给了我人生中最甜的两颗糖 只有你 会拿着锤子来救我 我们是两从寂寞的野草啊 唯有相互依偎 才会觉得这时间 终有温暖和牵挂 才会感觉 自己的心是鲜活的 是正在跳动的 七伯第二天一早 就来院门口嚷嚷了 崔香柳 你还不滚回家 老子把你拉扯到这么大 你在外面赚了钱 也没见给老子 买包烟买瓶酒 你这么大不孝 当心老天爷把你收走 香柳姐拉开门出去 毫不留情对骂 你那时偷看我洗澡 对我动手动脚 怎么老天爷 没把你千刀万挂 她嗓门很大 我惊诧又紧张地握住她的手 这时间对女子远远比男子更严苛 这样的事爆出来 唾沫星子都能把香柳姐淹死 香柳姐握紧我的手 神色格外坚定 别怕 晶晶 我们没有错 我们不需要觉得羞愧和难堪 挺直腰杆 晶晶 她一定经历了很多很多 才能如此坦然 面对过去的不堪和阴影 我深吸一口气 羊羔嗓门给她助威 你就是禽兽 对自己的女儿动歪心思 像你这样的人 应该被剁成肉酱喂狗 你从来没管过她 是姐姐命硬才扛过来的 你没资格让她孝敬你 你不配 我们举着锄头和菜刀 你一言我一语 七伯被骂得狗血淋头 气羞羞地跑了 那个年 我们是在非一生中度过的 有很多人同情香柳姐的遭遇 骂七伯不是东西 可他们也会私下议论 香柳姐应该不是黄花大闺女了 说这么漂亮的姑娘 实在是太可惜了 更有人说香柳姐穿得这么漂亮 看样子赚了不少钱 说不定赚得也是脏钱 怕被戳穿 才迟迟不敢回家 你看 这就是在日常不过的乡下生活 他们目光短浅 他们总有无数的揣测与恶意 我很生气 香柳姐毫不在乎 这样很好 名声坏了 我爸也收不到彩礼 再卖我一次了 期间 七伯还想老直叔出面 来找香柳姐要孝敬钱 被老直叔骂了个狗血淋头 你对孩子做那样龌龊的事 还指望他养你 等你真的七老八时 躺床上动不了再说 现在你有手有脚的 以前香柳没回来 也没见你饿死 我倒要看看哪个不要脸的 能跟着你一起去劝香柳 他这么一说 村子里就没人帮七伯了 七伯只能日日咒骂 老子又没真的把他怎么样 再说 他是老子的种 老子摸两下怎么了 幻然悔悟 都是电视剧里的戏码 现实里 坏人是永远不会认识到 自己错误的 香柳姐的假期短 正月初八就走了 我们在汽车站一一西别 约定未来的日子 彼此都会更加努力 约定不管隔多久不见 我们始终会将对方 放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 香柳姐给我带了许多各国的零食 开学后 我都分给了室友们 果果和名霞说我变了很多 变得开朗自信了 因为我不用再担心 有今天没明天 因为我知道自己被爱着 爱是雨水 是阳光 是养分 可以让平吉山壁上的野草 在春风里肆意舒展 香柳姐一再叮嘱我 衣服可以随便穿 但饭一定要好好吃 那衣裤要买合适的 卫生巾的钱一定不能再省 钱是她辛辛苦苦赚的 我依然很节约 同样价钱的方便面 我一定会买客重大的 三毛钱的馒头和五毛钱的包子 我也会尽量选馒头 但我每顿都会吃饱 没了如影随形的饥饿感 脑子便清醒许多 记忆力和理解力也大幅提升了 我能感觉知识源源不断地涌入身体里 其中考试 我考了年级九十多名 上升了四十来个名次 物理从六十分涨到了七十五分 送风发试卷时 盯了我一眼 别以为涨这么点成绩 自己就厉害了 你这水平距离好大学 还差得远呢 不知现在教学环境是如何 可那时对于老师的品行 没有任何考核 他们高高在上 用成年人和师长的身份 随意践踏着我们的努力和尊严 高一的期末考很重要 因为之后要文理分科 理科前五十将进入配置最高的一班 五十一到一百 则进入二班 剩下的则打乱成平行班 我要想去一班 就必须把物理这块短板补上 我全力学习物理 有些提同学解不出 不得不去问送风 他直接拒绝 我现在没时间 你还是去学文科 死记硬背 没有什么逻辑思维的课程 比较适合你 倒是他一个办公室的正老师 看不下去 这位同学 我给你看看 他是其他班的物理老师 他花了几乎一整个课间 来给我讲那道题 我离开办公室时 听到送风轻蔑地说 你在他身上浪费什么时间 女孩子根本就不适合学理科 何况他底子还那么差 就算学理也进不了一班 后来我就经常逮着正老师问问题 他每次都清廊相授 送风讲课 知识点之间是散落的 可正老师讲题 会将它们像串珠子一样 串在一起 当分散的知识勾连成串 记忆和理解起来就要轻松许多 那是期末考前 我最后一次问正老师问题 他讲完题后 语重心长 催精精 无论何时 爱学习 努力学习 都是值得肯定的品质 不要被任何人 影响你前进的脚步 那日晚霞灿烂 照亮他眼角密密的皱纹 我朝他鞠躬 我记住了 谢谢你 正老师 很快到了期末考 我全力以赴 三天后 排名就出来了 年级第五十名 这就意味着 我以最后一名的身份 进了一班 而且 我物理考了九十分 那会儿到底年轻气盛 我很想去大声跟宋风说 你看 我是可以的 结果到了办公室门口 听到他跟其他老师吹嘘 我教书 还是有两把刷子 我们班那崔晶晶 短短一学期 从六十涨到九十 郑老师淡淡笑着附和 是啊 你教得好 我真的要气炸了 恨不得冲进去 骂他一顿 结果郑老师看到我在外面 他赶紧推门出来 他将我带到走廊尽头 恭喜你 物理考得不错 进步很多 但以后也不能松懈 谢谢 郑老师 如果没有你的辅导 我考不了这么好 我以后还能来问你问题吗 当然 郑老师笑着拍拍我的肩 以后我就是你班主任 任何时候都欢迎你来问我 他是一班班主任 真是太好了 之前的班主任老王 如今带二班 也继续教我的语文 而香柳姐 也从欧洲航线 换到了韩国航线 周期大大变短 她会定期打电话到 宿管阿姨那 韩国人很爱化妆 六七十岁的老太太都化妆 他们这也重男轻女 我上次跟同事一起 还看到了裴勇俊 我问裴勇俊是谁 一个很帅的韩国明星 他笑了 等你高考结束 可以去看他演的电视剧 不需要互相偷白心计 一些零碎的 日常的话语 就能将我们的心 紧紧绑在一起 是越努力越幸运吧 老天爷好像突然 开始眷顾我了 一般配的是全校最好的老师 学习氛围也很浓 大家好像除了吃饭睡觉 就都在学 果果和名侠 分别在文科的一班和二班 但我们还是会经常一起吃饭 比起很多初中毕业 就去打工的同学来说 我是聪明的 可比起全年级的前十 全市的前十 我又是如此的平凡 当你站在山脚 茂密的树荫遮挡天日 你以为世界便是 眼前的方寸之地 可你越往上爬 就会发现 眼前越来越宽 世界越来越大 而我们如此渺小 身后有无数双手在拽着你 他们在说 回来吧 待在山脚 跟我们在一起 大家都是这么过一辈子的 何必那么辛苦往上爬 爬得越高 摔得越狠 不 我非要往上 我要带着香柳姐那一份 爬到半山腰 爬到山顶 我要站到最高的那棵树上 我要看看 这世界到底有多大 哪怕渺小如尘埃 我也是立在山顶 俯瞰一切的尘埃 人生性懒惰 坚持学习格外的难 凌晨五点 众人都在酣睡 你得强行将自己唤醒 深夜十一点 天寒地冻 你得站在走廊 抵抗住刺骨的寒意和睡意 体育课 你别想轻轻松松地晒太阳 课间 你也不能坐在台阶上发呆 你的脑子除了睡觉 其他时间都是在满负荷运转的 有时候也很累 也会跟自己说 放松一下吧 没关系的 你看 年级第一 不也在打瞌睡吗 然后你松了这口气 发现只要不学习 好像一切都变得美好 你一次又一次地放松 直到考试 才发现自己排名一下掉了许多 于是你明白 不能松 这根弦时刻都绷着 大家都在努力 网上爬排名格外的难 我从分班的第五十名 到高二结束的年级二十五 到高考前最后一次月考的年级十五 我还想再往上走 可时间已经不够了 高考第一场考试开始前 窗外的禅名叫不止 我想起十岁那年夏天 我进山茧禅退 这东西能卖钱 我在密林里 捡了一大塑料袋 开心地忘记了时间 等反应过来时 天已经擦黑了 而我 迷路了 就是乡下人说的鬼打墙 来来回回打转转 怎么都走不出那片林子 天黑了 我又饿又怕 很是绝望 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 不会有人发现 我没回家 或许我就会这样 默默死在茂密的森林中 就像脚底这些腐烂的树叶一样 没人会记得 它们是从哪一棵树上掉落的 我靠着大树 迷迷糊糊要睡去之时 听到有人在喊 鸡鸡 催鸡鸡 那声音越来越近 手电筒的光照 进我的眼睛里 是香柳姐 那时她超级凶 你走这么深 是想喂豺狼 出门捡蝉退 也不喊人做个伴 那些蝉退 卖了十五块钱 我用那钱 给香柳姐 买了一双新凉鞋 她的鞋 因为进山找我踩坏了 找到我时 她光着脚 脚底还有许多细小的伤痕 香柳姐 多年努力 就在此刻 我一定能行的 对吗 那年高考 是下午五点半出分 考完后 郑老师给我介绍了两个家教 一小时十五块 我从学生家上完课出来 是五点十分 出楼道时 看到香柳姐穿着旗袍 踩着红色高跟鞋 站在香张树下 我都挣住了 她上前拉我 愣着干嘛 马上就要出分 咱们赶紧去网吧 我对电脑一点都不熟悉 输入准考证时 好几次都输错了 还是香柳姐抢过键盘 我念她输 漫长的等待后 屏幕上跳转出了我的分数 六百四十一 那一年 理科一本线是五百三十五 我揉了揉眼睛 确信自己没看错 手放在电脑屏幕上 擦了又擦 香柳姐敲了下我的头 傻子 你考了六百四十一 真的是六百四十一 她重重点头 真的 我的眼泪花的一下就涌了出来 一把抱住她 太好了 我刚才好害怕 我怕自己考不上 我怕会让你失望 我怕浪费你的钱 我怕辜负你的西迹 香柳姐紧紧抱住我 晶晶 你可真厉害 你做到了 我为你感到骄傲 她从网吧出来时 换下了高跟鞋和旗袍 为了好兆头 我特意穿的 旗开得胜 红红火火 脚后跟都快磨起泡了 那天晚上 我们沿着东湖的河堤 一直走一直走 阔别三年 说了好多好多话 到后来 我们嗓子都哑了 天色微明 朝霞在天际悄悄探出头 香柳姐抱了抱我 晶晶 我买了十点多的火车票 现在得走了 你就四天的假 干嘛非要赶回来 那时没有高铁 火车要坐十几个小时 来回奔波 人很辛苦 之前错过了你中考初分 不想再错过你高考初分 我是姐姐 我希望你人生每一个重要的时刻 我都会在你身边 临走时 她轻轻拥住我 填上海或者附近的学校 以后我们能常常见面 她公司的总部在上海 她以前说她想去故宫 去长城 去东方明珠看看 至少 她已经实现了一部分 我跟郑老师反复商量和比较 最后填了上海的一所985 那会我母校的分数线 还不算太高 等我毕业几年后再关注 她已经是当初的 我期望不到的高度了 通知书到手后 村里的人都知道 我考到了上海的好大学 他们嘖嘖称奇 赞叹不止 晶晶真的厉害 这个妹子运气真好 祖坟茂清烟 孟伯娘磕着瓜子翻白眼 你晓得她多努力不 大年三十晚上 她都在看书学习 我看应该考个清华北大 才配得上 短短三四年的时间 村子里越来越多的人 走出去了 他们见到了外面的世界 知道了读书的好处 读书可以拿更高的工资 读书可以坐在 有空调的办公室 读书了不用干脏活累活 读书的人 可以坦然走进那些窗明激进 看上去就很干净的商场 还有 女孩子读了书 可以嫁得更好 拿更高的彩礼 以后更能帮衬家里的兄弟 他们好像往前走了 又好似 一直停在原地 爸爸回了一趟村 收到了无数吹捧 你是个有福气的 女儿没怎么管 居然考个这么好的大学 以后你老了 有人养了 再生个儿子 你的人生就完满了 爸爸决定 给我办升学宴 这些年送出去这么多礼金 总得收回来啊 他花两百块一个 租了八个拱门 长长的一串 从山上一直沿到马路边 看上去好不气派热闹 五十一个的礼花 他买了二十个 大白天就这样一口气点了 烈日奄奄 除了刺目的日光 看不到任何烟火的颜色 他喝得满面红光 指着一片热闹景象问我 你看 爸爸对你好吧 我静静看了他一眼 回那年冬天 我去找你要生活费 你为什么当时不多给我一点呢 宁愿把钱花在这些毫无意义的铺张浪费上 也不肯给我 我拿着那一百块 早上吃馒头就冷水 中午吃最便宜的泡面 晚上在食堂打一份米饭 用中午剩下的方便面调料 就着热水泡了 就这么度过了那个漫长难挨的冬日 如果那时候他能让我吃饱 他能稍稍关心我几句 我可能会心甘情愿地供奉他 往后余生都孝顺他吧 继母带着悠悠也来了 他是城里长大的 一贯不喜欢乡下 与爸爸结婚这么多年 从未来过老家 他扯出一脸的笑 把悠悠推到我面前 悠悠叫姐姐 姐姐考上了好大学 可厉害了呢 以后让姐姐给你辅导功课 我们悠悠考个清华北大怎么样 悠悠天真无邪 养着头问继母 妈妈 她不是叫花子吗 姐姐是叫花子 喧闹的喜宴一片寂静 不知是谁打着圆场 你家悠悠 说话可真是利索呀 妈妈将我拉到一边 翻着大大的白眼 你那继母不是什么好东西 之前从没对你有好脸色 现在你考上大学 倒是笑嘻嘻的 你可别被她骗了 那妈妈你呢 我不是她生的 她不爱我 天经地义 我是你的孩子 你也没有 深深爱过我呀 有孩子在喜宴上撒泼打滚 有男人喝多了 大声嚷嚷 骂骂咧咧 有大娘不知因为什么吵了起来 面红耳赤 互不相让 很热闹 热闹得仿佛这场喜宴 无我无关 我从洗棚里出来 坐在院外的大石头下 上山的路无人整理 已经被杂草藤蔓覆盖住了 有一根长长的刺藤伸出来 上面挂着一串红色的覆盆子 我摘了一颗放进嘴里 好酸 记得小时候 香柳姐采的覆盆子 总是那么甜 宴席结束时 妈妈偷偷给我塞了五百块 说是她的私房钱 给我当生活费 以后要是有困难 你就跟妈妈说 你这么有出息 以后一定要拉你弟弟一把 几乎很少往来的舅舅 也将我拉到一旁 一边夸我有出息 一边拿了两百块给我 我家情况也困难 以前也帮不到你什么 你别怪舅舅 从前那些质疑我不行的 奶奶书败婶子大娘 如今也个个是笑脸 是谁说的来着 当你红了以后 发现身边全是好人 其实当你爬高 爬到那些人 触碰不到的高度时 你也会发现 他们会将恶毒的蛇性收回 对你展露讨好的笑颜 可我想要的是雪中送炭呀 锦上添花 本就是可有可无 上大学后 向刘姐来学校看过我一次 我带她去宿舍 我们一起去吃食堂 我还带她去上课 她很紧张 我不是这里的学生 万一被发现怎么办 没事的 老师不会管这些 那一堂课 她一直盯着讲台上的老师 下课后 她笑着说 原来这就是大学生的日子 我也算是当过大学生了 她给我带了很多化妆品和衣服 室友们看了都惊叹不止 他们好几个是本地的 家境好 见识也广 这都是大牌 很贵的 你姐姐好舍得哦 可我姐说 这些在国外买 很便宜的 也就是那一刻 我发现了商机 那时网络购物还不发达 大家买这些进口化妆品 还习惯去商场 价格高得离谱 那段时间 她跑日寒线 来回周期很短 发动同事一起帮忙人肉代购 工资之外 还能赚不少外快 也是那时我清晰地看到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同样是大学生 有些人买一个 几千一万块的包包 眼睛都不眨 而我在食堂 打一份五块钱的荤菜 都要心疼半天 有些人生在罗马 而我们拼尽全力 也只能堪堪 站在城墙之下 代购干熟练后 香柳姐跟柜台的人都很熟 有时也不用亲自过去 可以请对方直接将东西快递到买主手里 那时车马慢 大家愿意花上一两个月 甚至更长的时间去等待心仪之物 我大学主修英文 第二语言是日语 韩语也学了点 她给我配了一台电脑 我也经常会在深夜帮她联系对方 处理订单 香柳姐一年大半时间飘在海上 可她还是在外面租了个单间 我放暑假 过年都不回去 大年夜 我们在小小出租屋里烫火锅 看平日里堵得半死的马路 此刻人烟稀少 上大学后 爸妈经常主动联系我 问我过得好不好 问学长们 毕业能拿多少钱 问我为什么大过年都不回家 家 哪里是我的家 是爸爸家 是妈妈家 还是山顶漏风漏雨的土坯房 不 那都不是我的家 带我走过人生至暗时期的 香柳姐所在的地方 才是我的家 大三那年 出租屋隔壁 有一套房子急售 价格比市场价要低上几万 但房东要求全款 那时上海限购政策还不严格 外地人交购一年社保就能买 那是个七十多平的小两房 楼梯房 得房率很高 香柳姐很想拿下 他好多同事都劝他别买 七十多万 太贵了 你现在买 是高位接盘 回老家都能买两套了 而且离家也近 可以跟父母家人在一起 可是 七伯已经不是香柳姐的亲人了 他也不想回那个满是偏见和恶意的家乡 只是要全款付 他还差了几万块 我将自己全部的存款五万块都拿了出来 上大学后 我学费是贷款的 做家教 接翻译 再加上帮香柳姐接待客户都能挣钱 除了吃饭 除了吃饭 也几乎没什么开支 这是你的全部家当 我不能要 我把卡塞他手里远不及你当初为了供我上高中时的付出 他抱住我 这房子 也会是你的家 我们是在新房里过的年 等过完年后 上海出了限购的政策 外地人必须要两年设保 再加上结婚证才能买房 房价开始一路上涨 在后来变为五年设保时 房价又拉了一波 香柳姐常常感叹 如果那时候不买 现在我们就买不起了 那会好多同学开始准备考研保研 我有点纠结 香柳姐极力相劝 读研究生 又不要学费 你的成绩达到标准 干嘛不申请 多好的机会 我想读还读不了呢 爸妈得知后 都很反对 读完研究生 你得二十五六了 到时候还嫁得出去吗 大学毕业就回来工作吧 你一个人在上海孤零零的 有什么好的呀 我帮你物色了几个不错的对象 让人窒息 看来我真的要多读点书 免得被他们吞没 我认真准备 最后也顺利保研成功 研疑那年 向刘杰所在的公司 开始走下坡路 他思量再三 决定辞职 一直在海上飘着太寂寞 他决定落地谋生 与此同时 他告诉我 他恋爱了 或许 这也是他决定 辞去工作的原因之一 他跟男友李成 请我吃饭 李成跟他是同事 先他一步辞职 他长得很帅 又白又高 而且很温柔体贴 看上去对香柳姐很好 席间我们交换了手机号 李成搂住香柳姐跟我说 你以后也是我妹妹了 有事随时找我 没过几天 他给我打电话 说来了我大学门口 想请我吃个饭 我去了后 才发现 他是独自一人来的 我那时还很单纯 抱着禁地主之意的想法 带他在学校里逛了一圈 临走时 他握住我的手 我还以为女大学生 都像你这么漂亮 原来只有你格外好看 我一个机灵抽回了手 惊恶看向他 他却笑得很无辜 我夸你 你怎么反应这么大 我没有谈过恋爱 把握不准 他这种行为是否合适 也就按下不表 没想到一周后 他又独自来找我 还带了巧克力和花 我明确拒绝后 心事重重回了宿舍 想将这事告诉香柳姐 可是有劝我 你可要想好 我以前也遇到过你这个情况 最后两人吵一架和好了 我里外不是人 我朋友还渐渐疏远了我 她是你姐姐初恋吧 一般女孩子初恋 都是盲目的 香柳姐会因为一个男人 跟我生分吗 可如果我不说 她真的嫁给李承 那如何保证 这个男人的忠诚 最后 我还是找机会 跟香柳姐说了 她怒火中烧 当即带着我去找李承 对质 结果李承 矢口否认 香柳 是你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 一直在勾引我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不清楚吗 她明显是嫉妒你 故意挑拨我们关系 她看上去生气又委屈 眼睛好的 我都快怀疑自己了 可香柳姐毫不犹疑 一巴掌甩了上去 她是我亲妹 我自然信她 滚 那天晚上 我们喝了很多啤酒 她抱着我 嚎啕大哭 大骂李承 不是东西 说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长得帅得由是如此 而我 一边心疼她 一边庆幸自己 及时提醒了她 也羞愧 我居然会怀疑 她对我的信任 城市的夜 灯火流转 看不到山间明月 但 可以看到阳台花盆里的野草 它们是我从路边挖回来的 我们始终不知 她的学名是什么 我们常常忘记给她浇水 可她活得那般好 在秘密的翠叶之间 有几颗花苞 正在无声无息地绽放 研究生毕业后 我打分落户了上海 回去办户口迁移手续时 爸妈十分地亲切热情 一口一个乖女儿 悠悠和弟弟都被宠坏了 脾气不好 成绩更是一般 妈妈拉着我梯泪连连 你说你弟弟这么不听话 以后怎么办 她盼望着我说出以后会关照她的话 可我始终坚口不严 悠悠到了叛逆期 天天跟爸爸顶嘴 她感叹着 悠悠要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 我记得你以前都不要我操心 我淡淡笑了 不是不用你操心 是你那时压根不管我 那时候我年轻气盛 你别跟爸计较 以后还是要常回来看看 我现在比你当时更年轻气盛呢 种什么阴阶什么果 你当初怎么对我 我如今怎么对你 我素来讲宫廷 她是老了 或者是怂了 以前我若敢这么说话 她非狠狠揍我一顿不可 可现在 她也只敢捏紧拳头 弯我一眼 回了村 村里人拉着我八卦不止 问我大上海是什么模样 问我有没有谈恋爱 问我一个月工资多少 得知才一万多 他们大失所望 一万多 我家儿子初中毕业 做房产中介 一年都能赚二十万 你这书读了 也没什么用啊 还有 你年纪也不小了 结婚的事情要抓紧 女孩子的青春就那么几年 他们又开始议论香柳姐 说她都三十了 还不嫁人 这辈子恐怕嫁不出去 没结婚没生孩子 赚那么多钱 有什么用 哪怕香柳姐这几年 开外贸店加盟奶茶店 做得风生水起 在他们眼里 也不如生孩子重要 没结婚没孩子的女人 纵使成就再高 也是失败的 这就是我喜欢上海的原因 三十岁 在这里依然能被叫小姑娘 没人会拉着你的手说 你年纪不小了 快点嫁人吧 你可以说这里淡漠 但我觉得 这是分寸和自由 临别时 我在当初帮过我的孟伯娘 和几个婶子大娘家 都放了红包 算是浅浅回报 他们当初的善意 我去了山上 那片山已经被卖了 有公司在山里采矿 灰尘四起 那两丛野草 早就不见踪影 我想 它们的种子 或许已经被带到城市 在某个阳台的花盆里 生根发芽了吧